加拉达书 加拉达书第一章 我保禄宗徒,我蒙兆为宗徒,并非由于人,也并非戒着人,而是由于耶稣基督和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。 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众弟兄,致书给加拉达众教会,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。 这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,为我们的罪恶舍弃了自己,为救我们脱离此邪恶的世代,愿光荣归于天主至于无穷之事。阿们。 我真奇怪,你们竟这样快离开了那以基督的恩宠召教你们的天主,而归向了另一福音。 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,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,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。 但是,无论谁,即使是我们,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,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,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,当受诅咒。 我们以前说过,如今我再说,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,当受诅咒。 那么,我如今是讨人的喜爱,或是讨天主的喜爱呢? 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? 如果我还求人的欢心,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。 弟兄们,我告诉你们,我所宣讲的福音并不是由人而来的,因为我不是由人得来的,也不是由人学来的,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得来的。 你们一定听说过,我从前尚在犹太教中的行动,我怎样激烈地迫害过天主的教会,竭力想把它消灭。 我在犹太教中,比我本族许多童年的人更为激进,对我祖先的传授更赋予热忱。 但是,从母胎中已选拔我,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,却决意将他的圣子启示给我,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。 我当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,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徒的人。 我立即去了阿拉伯,然后又回到了大马士阁。 此后,过了三年,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客房,在他那里逗留了十五天。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,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。 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,我在天主前作证,我绝没有说谎。 此后,我往叙利亚和基利基亚地狱去了。 那时,犹太境内属于基督的各教会,都没有见过我的面,只是听说过。 那曾经迫害我们的,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了。 他们就为了我而光荣天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